歡迎收看人人都能學會ETF系列 Smart ETF 五月報來囉 純定期定額熱門標的金融股 兆豐金、玉山金跟合庫金 以及熱門的ETF 00878、0056或是0050 你知道過去三年來 這六檔誰賺的比較多 我們用實際數據算給你們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要請大家先幫我們按個讚喔 今天的Smart ETF 五月報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純金融股還是純ETF比較好呢 過去三年熱門的標的誰賺比較多 我們用實際的股價還有配息參參看 第二個重點 ETF 除息月曆 00878的配息創新高 當期的配息率達到2.3% 第三個重點 ETF 績效排行 四月的時候入港股反彈 槓桿型的ETF 單月績效超過17% 那我們先來分享最新 5月號的 SMART支付月刀 因為這期的主題是 登登 上班族從 負債到滾出 五億 增加 那我先前情敵要一下 就是這一個主角呢 他其實原本在 2008年之前 就已經累積了千萬的生加 但因為後來 圖竟海啸來了嘛 他就歸零海負債 結果他做了一個重大的改變 讓他從2009年的時候開始 就是資產又繼續往上累積 然後到現在資產累積超過5億元 我說實在 像他這麼波爛萬丈的人生 我的小心臟應該收不了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大家如果有興趣真的看看 我真的覺得這麼激烈 真的不是一般人工能承受的 對 但大家可能會很想問他到底做了什麼改變 請大家自己去看雜誌喔 登登登登 好 那我們來切入今天的第一個重點 那就是存金銅股還是存ETF比較好呢 那我覺得這當然是牽涉到 你喜歡個股還是ETF嗎 但是因為我個人還是喜歡看一下 實際的績銷在決定 所以我們用同一個操作方式 來看看過去3年 就是這些標的 到底誰累積出來的資產比較多 那我要先講一下我們PK的標的 沒有 那你的金融股到底是怎麼選出來的 好 我們PK的標的呢 我們是找目前就是大家定期定額 戶數前3名的金融股跟ETF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從個股來看呢 目前最多人定期定額的個股 金融股的部分 第一個是兆豐金2886 然後在玉山金2884 然後核庫金5880 那在ETF的話我們是使用這些 就是前3名就是 國泰永續高股息00878 元大高股息0056 還有元大台灣500050 那我們統一在2021年的第一個交易日 然後我們用10萬塊單筆買進 然後期間的配息呢 我們會記錄最終的資產 但你配息零到我們不會再投入去算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看持有到2024年5月2日的收盤 這3年多過去了 那以上6檔標的誰賺最多 那我要先說明一下 因為金融股它的配息是比較複雜的 因為它通常會有現金股利加股票股利 所以我先用玉山金來舉例說明 那我們假設用10萬元在2021年第一個交易日買進 那當天玉山金的收盤價是25.35元 所以我們當天可以買到3945股 那後來呢2021年的時候 玉山金配發現金股利是0.61元 所以它可以領到2406元 那股票股利是配發0.61元 所以我們可以領到241股 所以隔年的時候呢 投資人的手上其實手上已經會有3945股 再加上你2021年領到的股票股利241股 所以你總共會有4186股去參加儲存息 那用這個邏輯去算的話 它其實玉山金在2021年到2023年都有配發股票股利 所以最後我們結算的時候 你手上會有4637股 那我們去乘以就是最終5月2日的收盤價是27.45元 等於你會有127000多元的資產 然後再加上你這中間每年領到的現金股利 那最終就是可以累積出13萬元以上這樣子 那ETF比較簡單 因為ETF都是只配現金股利 依照上面單筆投入10萬元的狀況 我們接著就來看 到底這6檔滾出最多錢的人是誰 那我覺得結果蠻讓人意外的啦 趕快告訴我 好趕快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最終滾出最多資產的是00878 它在2021年年初你投入10萬元 最終你累積超過16萬元 那我要先發誓 這沒有乾爹 因為實際的狀況就是這樣 雖然2021年就是7月之前 當時00878還沒有收益評準金的時候 它曾經配過就是0.05元 當時大家不就笑說 一張配不到50塊什麼的 然後當時就是投資人就很嫌棄 但後來其實它納入收益評準金極致之後 它都是在配0.3這樣子 然後最近就是一次5月即將出席還創新高 然後預計是0.51元 第二名是你猜 0056 錯 第二名是核庫金 真的有點意外 第二名是核庫金我真的有點意外 所以有時候某一些 你以為不是什麼高成長性的股票呢 結果原來它其實默默的 賺得比你想像中很多 因為它其實最終累積出了15萬6千多元的資產 那其實我們去細看的話 它也是連續三年都有配息 就是你一開始買可能不到5000股 那你最後大概是累積到將近5500股 而且它股價也是從21元多成長到26元多 其實我曾經存過核庫金 但後來就是在10幾塊的時候就拜拜 你為什麼這麼沒有耐性 我曾經就是一個不堅定的存股主 你現在比較堅定了嗎 有啊 那你為什麼沒有把核庫金買回來呢 反正它在20而已 就我們計算這段期間 它總共領了將近一萬兩千元的股息 好 那第三名呢 就是剛剛風哥猜的0056 還好差距沒有很遠 對 它其實也累積了就是超過15萬元的資產 也是相當不錯 而且其實因為大家知道它在2022年的時候 其實高谷吸引貼腹表現都非常好嘛 所以它其實就是我覺得第三名也是滿情有可原 十字名歸 不要講成就可原啦 也是相當不錯就好啦 成語不太好 好 然後第四名呢 是趙鋒金 就是趙鋒金其實也是台灣人非常喜歡的 存股標的之一 但是它雖然是 我覺得它滿可惜啊 因為它是定期定額戶數的金融谷第一名嘛 可是因為這樣比一下它是第四名 其實也還好啊 因為他們的差距也沒有錯 對 也是啦 也就是大家競爭很激烈 對 那最後兩名 我覺得我滿意外的 然後因為只剩了兩名 大家來猜一個是0050 一個是玉山金 看起來好像都是大家非常喜歡的 對 結果竟然淪落到五跟六名 好 那我要公佈囉 先公佈第六名 好 第六名居然是玉山金 很多人很喜歡純玉山金也 都認為它成長滿強的 對 但其實我對這個結果滿意外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尤其是0050 其實我以為它會滿前面的 但沒想到其實0050你從2021年存到現在 單比就是我們那個方法投入的話 你最終只有累積了13萬多 而且你如果再跟第一名的00878比的話 其實差了十幾%的報酬率 其實我覺得你這樣對0050太苛刻了 還幫他講一下話好 他沒有表現比較差 畢竟他比較接近大盤嘛 你只能說你其他的另外那個舞檔呢 都表現得太好 尤其是有一些你平常 譬如說我跟他講 何固金你不會覺得他是一個標股 對 然後你也覺得他的股價走勢都很溫吞 你也覺得他的股息配發也還可以喔 就是還不錯 但是你也不會覺得太驚豔 但累積下來居然其實報酬率比你想像中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像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負利效果就是要累積很久才會有感覺 但其實你看這三年就是也 也還是有一個不錯的成績感 對不對 其實不過真的 如果你能夠報個三年 我覺得你就有辦法報五年 如果你能報五年你就辦法報四年 大部分都是因為報不過第一年 所以我覺得這個長期投資的心態要培養起來 好那我們再回到就是最一開始的問題 就是其實會做這一集是很多人問我說 到底要存金融股還是ETF 那如果就我個人來說的話 其實我會選ETF 因為金融股它是單一產業嘛 所以它受到景氣或是像升降期 它都會有影響 如果你對產業沒有這麼深入的研究的話 當然ETF會是一個相對的安全的一個選擇 而且因為它在投資的時候 除非它有排除某些特別的產業 否則它比較不會就是說 只看某些產業或怎麼樣 而且如果當這個金融股知力 或是條件符合的時候 你買的ETF裡面其實也會有金融股 那像00878它目前金融股 就大概有兩成左右的比重 那而且我們剛剛講的是產業 如果你要挑金融股的個股 那它的風險性其實又相對更高 所以你除了要對產業了解之外 你還要對個股有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還是要幫金融股講一下話 因為你剛才講的理由是說 ETF看起來這個股票池比較大 金融股看起來比較特定產業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狀況 市場上實務的狀況也有一點改變 因為譬如以0050來講 雖然你覺得它有50檔股票 但對不起因為台積電佔了50%到51% 所以其實它就權重的集中性更高 就是如果台積電好 當然這個050就非常好 台積電不好050就會整個績要大掉 因為它佔比性太高 那金融股雖然是單一產業 可是金融產業這個東西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它就是所有產業裡面 都需要用到資金 所以這個產業本身 它很少就是自己非常好或非常不好 除非金融風暴的時候 特殊的這種大型的金融風暴不算的話 基本上在每個產業景氣好的 就整體社會環境好的時候 金融產業也不會太差 因為它就是支撐著整個社會 融資一個重要的標的 那同時因為大家如果投資報酬好的話 它手上有很多的這些投資標的 它表現也會不錯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金融產業 整體來看它還是不會脫離整體市場 循環太遠 所以如果長期投資金融股我覺得也不差 不過我們既然講到就是這些金融股 然後我們就也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剛剛那三檔金融股 今年預計配息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圖表 我們可以看到玉山金 今年預計配發現金股利1.2元 然後股票股利0.2元 然後我們用5月6號的收盤價來算的話 它的現金股息值率率大概是4.3% 那兆鳳金跟合股金大概是3.6%跟2.4% 那他們都是有配股票股利跟現金股利這樣子 我們接著來看Smart ETF五月報的第二個重點 ETF除息月曆 那股票型的ETF在五月除息的有12檔 月配息的部分 00929在五月的時候預計除息0.2元 它連續兩個月保持在0.2元的除息水準 那當期的配息率1% 而00936是它第二次除息 配息金額從上次的0.1億元提高到0.16元 再來看到比較多人關注的 季配息的00878本次配息0.5億元 它是創掛牌以來的新高 那當次的配息率是2.3% 另外同樣季配息的00900 它本次配息0.1元 那它是一個少數沒有收益平準金的高股息ETF 那它以前就是最高曾經配到1.2元 最低曾經低到0.017元 所以它每次的配息金額 岂不是比較大的 真的很激烈 好 那以上股票型的ETF 出息的時間主要落在5月16或17日 那我們接著來看債券型的ETF 5月出息的有27檔 月配息的部分目前有4檔 那大家其實都跟上個月配息金額差不多 其中以00937b當期的配息率最高為0.5% 那其餘都落在0.4% 那季配息的部分群益頭等行星公債00756b 元大10年IG銀行債00786b 當期的配息率比較高 都在1.5%以上 另外很多人關注的元大美債20年00679b 本次預計配息0.335元 那我查了一下 因為前陣子就是降息預期各種延後 所以以5月6日的狀況來看的話 00679b它公布的平均到期值率 已經達到4.7%是非常高的吧 以美債來看是算相當高了 好 那我們最後就來看看 Smart ETF 4月報的第三個重點 4月的ETF績小排行 4月的陸港股是持續反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富邦恒生國際正二 00665L跟富華香港正二00650L 還有中信中國50正二00753L 這些相關跟陸港股有關的ETM 表現都不錯 特別是槓桿型 那就表現就更好 這也是長期以來的陸港股 因為表現很差 這些投資人應該都還滿傷心的 這算是最近這差不多一年來 比較少見到有連續性上漲的狀況 我們可以持續再觀察 另外可以注意因為4月的時候 連轉會降息的前景還不太明確 所以債券一度出現一波修正 也就是利率一度往上拉 讓債券又價格往下跌 那我們看到反向型的 元大美債二十反一 0068ER 因為是反向所以是上漲 單月攪出了8%的成績 不過如果是買正向的 包括像又又呢 辛苦了 好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什麼二人都能學會ETF 我們下次見 掰掰